台灣人有一句話講 人要出頭天 一句二問三封水 第四讀書 第五刷好報 一舉就是朋友推舉你 就是人家提拔你 請問人家要怎麼提拔你 你第一個要創造被利用的價值 那誰會利用你 就是位階比你高的人 他有缺口就是怕勞動力 缺勞動力 那你就補他的勞動力 所以人有時候要刷存在感 要被用 要能被用 不要老是把個性擺在前面 要把角色擺出來 被用的角色 我們常常把自己擺在正義的觀點 覺得自己的個性是正義的 那個會升官的人 都是會巴解別人的人 那你巴解一下嘛 一個月多一萬你怎麼不巴解呢 你個性就不要跟人巴解 你就用完做修理就好啊 出門講好話 不是只有講歐陽呢 是不是 哎呀你今天不錯啊 我聽誰講你很好啊 對不對 懂得欣賞別人 推舉別人的人 人家也會拉你一下 把自己的個性弄得那麼明顯 沒有人理你的 這社會人太多了 第二個 當朋友多的時候 你有困難的時候 你的基本態度也很重要 過去的種種 不要再想 以前家境不錯 現在家到中路 不要再想了 Far away都過去了嘛 明天以後的事還沒來 你也知道可能境況不太好 不要憂愁 不是告訴你不要想 不要憂愁 你最主要是 今天要把它過好一點 現在的船 不是鐵達尼號那種船 撞到了冰山 船手破了 馬上艙門就關起來 魚雷打到後艙了 馬上艙門就關起來 它每一個都有夾艙 所以船不會沉 一樣可以開回碼頭 現在船體的設計 跟鐵達尼號不一樣 我們就略是要活在 那個隔絕的夾艙 把以前好的壞的都隔絕掉 明天還沒有來的也要隔絕掉 至少你要確定 今天要過好一點 對不對 你今天過好 明天也許不好 可能因為你今天過好 而減輕 可以確定的是 你今天過得不好 明天好可能也會變壞 如果明天不好 那會更糟糕 趕上開花又加一台 所以現在是不是重要 你現在在聽課 累了 你就睡覺 不要不好意思 條件就是不要打呼 醒來了 好聽的都沒有聽到 錯了 就是你醒來那一刻才講好聽的 你又想聽 又想睡覺 結果整場都弄得自己不愉快 假如你兩個小時 都能夠睡得著 我講完了 你也醒來了 那就表示 我們功德也滿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去擔心 把今天的事給弄好 所以 亂世可以出英雄 成本最低啊 劉邦 劉邦在私奇當展的壓力之下 劉邦是因為壓著犯人 遲到了 遲到了 按照群力 suttle 所以他一定要 所以他一定要怎麼樣 要想辦法跑嘛 消河 消河告訴他 一個成本最低的事業 他說什麼成本最低啊 造反 贏了 全拿了 輸了 命一條 好 劉邦就是厲害 算一算 會合啦 他都五十歲啦 你知道他搞革命才四年 這個人真是真是了不起的 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 那麼複雜的環境 龍蛇混雜 來自各地方的豪杰 他沒認識幾個字啊 劉邦本來沒有名字叫劉濟啊 叫劉老師啊 他是因為要革命啊 革命要註冊嘛 所以 小夥幫他取了個幫 那爸爸為什麼不跟他取名字 因為爸爸也不認識字啊 全家只有他們 劉邦最小的弟弟 劉邦最疼的 就像郭台銘先生疼他弟弟一樣 那個有名字 所以造反是成本最低的 共產黨當初 第一次共產黨大會 也不過十幾來人 得天下的是共產黨 但是成本不低啦 也死了上千萬啦 可是你要基本換算現在 整個中國國家的體制 那成本是相對低啊 問題是我們普通人不敢啊 欸 亂世就是要出這樣的英雄 可是我這邊還是要補述一下 當曹操有人告訴他說 亂世之奸雄 智世之能成 哎呀 千古罵到現在 可是我必須幫曹公講一下話 劉邦人家怎麼講 智世之能成 亂世之草包 也就是說在太平盛世 也就是說在太平盛世 他可能就是孫運權 可是亂世不行 那請問曹操是亂世還是太平盛世 你看曹操多有智慧的人 他一聽了就爽到骨頭啦 智世之能成 這個已經過氣的朝代啦 今天是亂世啊 亂世出奸雄啊 亂世出英雄 英雄都沒好下場啊 只有奸才可以生存啊 當有人選舉告訴你說 我這個人很老實 你千萬別選啦 請貴開後堆 你說大家都懷念宋楚瑜神長 神長是一個老實就概括了嗎 沒長袖善無 沒用人的方法 沒爭取預算的手段 沒有恐嚇別人的心機 能夠叫大內高手嗎 那個也就是一體兩面的事 當你誇你老公好有智慧 隔壁的阿音就說你老公很奸詐 何必為這個一日子扁一日子包 懷憂喪志喜上眉燒呢 十個人只有四個人誇你 你要檢討那兩個跑到哪邊去啦 十個人老五個給你學樂 你就可以怎樣 每天快樂過日子 我們不要去要求 十個人十個誇你 那只有出病哪一天 怎麼人會去要求那一天提早來呢 買過七頂哪哪會怕受傷 蘇東坡在海南島講 何妨營銷取習行 末天穿林打夜深 何妨營銷取習行就過吧 誰的批評朝廷的批評皇上的意思 不重要啦 你眼前的目標就是養家活口 你只要不違法 稍微手段強一點 拿到訂單 那你就不要在乎人家對你的批評 了解吧 你有看那個打籃球是客氣拿到第一名嗎 金州勇士隊是靠客氣拿到第一名嗎 你看那些扣籃的人 你看那個美式足球 你被他撞到就被五頓的卡車撞到 有哪一個是因為客氣要答正 有嗎 沒有啊 做什麼要像什麼 商場如戰場 商戰就是商戰啊 理解吧 不要模糊這種焦點 我們常常看到朋友之間的 很多的人格特質 在看待事情 就為了取得那個口條上的包 而模糊自己的焦點 每天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人 包括你自己 比如說打麻將 我們娛樂娛樂 這麼寶貴的時間 娛樂 打麻將只有一個目的 銀錢最重要 朋友再交就好 你連打牌都要認真啊 你要娛樂娛樂 不如一個人發三千 消費券嘛對不對 大家都會誇你嘛 不就是好了嗎 上場就是要認真 理解吧 我相信 趙匡英後來的過程 其實都是步步驚訓 我熟讀宋史 沒那麼簡單 也不是只有 陳橋兵變什麼 杯酒士兵權 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杯酒士兵權 那那麼有用 那明代朱元璋 就不用火燒工程樓了嘛 請大家吃個羊肉爐 槍都繳出來了嘛 幹嘛火燒工程樓呢 你看朱元璋殺了多少工程 他不會學趙匡英嗎 有典範在那邊嘛 有典範在那邊嘛 那就代表這個故事 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啦 他是有跟施索姓 王省齊他們吃飯 可是在元朝之前 沒有講過杯酒士兵權 這個故事是在清代加上去的 有那麼簡單 怎麼歷史上只有一次呢 理解吧 嗯 了解 的 回憑 可 就以來 這不想不知 有些缘款 比如說 這不想不知 就是 我們